今天我們要介紹安海港的特色和地圖 安海港它位於 它是安海港的西側專頁跟南特島 西側專頁都差不多位置上 然後大概就是名稱路二段跟正興街 還有連接它們兩個 兩段路的一小段的海岸路 然後就是地圖的就是我們自創地圖的部分 然後就是從我們重點應該就是放在國華街跟正興街 因為正興街就是有非常有特色的有正興貓 然後那些東西就是我們平常就是會去吃的這樣 對 然後安海港的特色 我們政府就是覺得它這條港道上有很多的美食 然後它像那種裡面的舊房子就是老屋翻新 然後有些就是會採會 然後還有16隻正興貓 然後值得推薦的景點是小鮮肉奶茶 然後就是那個然後老屋翻新就是剛剛講的那個老屋翻新 然後還有捲回家 接下來我是介紹老屋的老屋霜 狀態是 狀態是一堂房子 原來是一間老屋 經過改裝後變成一塊表 中環現代的進化 但那一步其實是 還是保留一些 老舊的 就是原來的當選 然後設計老屋進入是新老法的精心 設計老屋進入了新生命 除了這些天內還提供站點 還要通過老屋再 但老空間老文化再重新的就是重現在立文化 穿到文化三級 接下來是 專快的 領域實現 裡面是 因為早進入店裡完全明白是為什麼 店名叫專快 因為兩個前逼都是 他裡面那一部裝潢就是 還保留了原色的專快牆面 然後呈現給就是 吃飯的人也 就是還可以欣賞 晚上還有燈心的 就是這次是晚上專快 就是這次是晚上專快 就是這次是晚上專快的 就是這次是晚上專快的 就是專快的菜單 我們吉祥物 他其實他的頭是雙琦寧 因為他那個全尾夾在正規店上面 我們就用雙琦寧為那個 吉祥物然後去畫出來 他個人檔案 9月30 天秤做的 然後我們找了代表的那個圖像 呃 因為他的這個吉祥物 跟我們的吉祥物有相關 然後所以我們就用 用外星人為主軸 而且外星人的外觀很特別 然後當復古風情 可以讓現代感 的圍合 圍合組合 然後再來我要介紹文創商品 這是我們設計的造型筆 然後 這是水瓶 水瓶有兩款 然後再來是造型面膜 然後再來是Light貼圖 然後這是桌粒 桌粒我們是設計2016年 然後 然後後面是以我們復祥為主軸 然後我們有帶正本來 然後可以傳閱看看 然後我們旁邊空白的地方是寫 我們這一組 對正新街的五感 然後其他空白處可以讓 讓 讓其 就是買個人設計 自己設計 這是五六七八元 這是九到十二元 再來是杯原子 我們有設計四款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活動行銷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是活動行銷安排港 然後我們是 呃 主要是要如何以 海岸入圍軸心 然後用吉祥物為主角 搭配活動來行銷安排港 我們會先設置專門販賣吉祥物相關商品店家 然後在港道裡面設置兩到三間店 然後還會設置港道的旅遊中心 還有行銷小組 呃 會設計美食幾張廁 然後跟港道的一些店家配合 消費的時候才能蓋章 就是屬於 會有設計屬於吉祥物跟店家的專屬印章 然後蓋滿的話就可以 到旅遊中心去換吉祥物的貼圖 然後還會跟港道內的飲料店家配合 買飲料的話可以選擇 專屬的那個剛剛那個水平 然後可以待會就要做紀念 然後每一種會配合的店家都不一樣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每一家店家都有機會 可以有那個相機 然後在港道比較特別的景點上面的話 我們會設置吉祥物 就是那個被原子的扭蛋機 然後還會幫 就是會做那個吉祥物的玩偶裝 然後會辦一個活動 大概兩天 然後讓吉祥物可以親近大家 然後在港道上面 會有 看到這個都會 有興趣的話 就會湧入大量的熱潮 然後如果有團體到港道旅遊的話 可以預約吉祥物陪伴出遊 或是 導覽人員解說港道的那些奧妙 然後再來是個人心得的部分 在這次的美學報告中讓我更認識台南這個地方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古蹟之外 五條港是我身為台南人第一次接觸的港道 而在這次我們是以五條港中的安海港為我們的主題 在幾次的上課討論以及校外蒼訪 讓我開始對安海港有更深的了解 因此我覺得在這學期的美學課程充實了不少知識 也很開心能夠有這次的機會認識台南 這次的五條港之安海港之旅 讓我大開眼界 以前都不會注意到的這些街道裡的小項目 然後這次全部都走遍了 然後以前看起來不起眼店 現在也經過屋主的巧思 改變成中國主幕的焦點商店 藉由美創老師的指引之下 我們也順利的在課堂上討論出 吉祥物的構思 我們結合本組的想法及上一小時 然後自尚出安海港之旅吉祥物為普祥 並且利用吉祥物 渡翔的周遭商品來推翻安海港 希望藉由不祥的魅力 吸引大家對安海港的好奇感 而進一步的了解安海港之相關的特色 就是在完成這一份作業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花費了很多時間去完成 然後就是畫地圖的部分是我畫的 所以其實後來就更加知道安海港的位置是在哪裡 然後也到網路上搜集了很多大家飄選出來的美食 然後經由這一次的就是作業 然後也是讓我更了解就是台南當地的文化這樣 然後因為我不是在地人 然後我也很喜歡台南的文化跟台南的老屋跟巷弄 然後也很開心能在這門同事課讓我挖掘不一樣的台南 然後在上課大家的討論過程中啊 然後從不知道如何下手 然後到自己完成作品 然後真的很有成就感 然後這個作業讓我們學習到很多 走在巷弄裡用心感受 其實可以發現到平常沒有發現到的 或者會不起眼的地方 因為正著期就是這堂課讓我不知道什麼是五條桿的我 透過實地採訪更加認識台南文化和歷史 然後我很喜歡台南古色古香的城市 然後也透過這門課讓我了解什麼是文創三隻 這是現代的一種流行趨勢 帶動在地文化及保留歷史 以及或許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一種衝勁吧 因為我平常很少有時間可以逛逛台南 然後在完成這個作業的過程中 就可以很仔細的去造訪港道上的街道 然後呢 其實剛開始五條港其實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阿特港上面有什麼街道也不知道 那因為這一門課就了解了很多 而且本來就還蠻喜歡這種懷舊復古的氣息的東西 然後其實做這個功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就是東西很多 然後好像一直都感不出來的感覺 然後可是當你在真正準備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就是會有一種感覺好像很平靜的那種感覺 然後很像活盡的從前會很放鬆 然後所以才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藉由這次的報告 一方面可以讓我認識了五條 當然是哪五條 另一方面也讓我知道了 哪些店家是使用過去的老屋所重新裝潢而成的 而且未來也可以幫助我就是如果朋友來台南找我玩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他們就是簡單的介紹 然後我覺得這次報告很有意義 因為這個報告讓我知道每個地方都是有它存在的意義和歷史 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和學習就可以發現別人沒發現到的地方 而且這個報告也讓我體會每一個景點的美 和它未來能夠發展的商機所在 首先我們討論出於醫療香港 然後一起討論結果是選出安海港 然後我們中網路設計資料 認識安海港 第一一起跟老師巧 然後每條路都有一段路 而且自己拜訪安海港 讓我們更了解安海港的特色 和不同的歷史不同的風景不同的店裡 好似的東西 而且我們單量設計相關資料 接著美妝老師的指導下 我們結合本主的想法 其狀藝 其...其... 其...其...其...其法...其法 然後第二件的用其法 收集廣告我們的產品 用品水 塑� 塑膩 然後特色的地圖 然後內等等的 希望能夠詳細 目前的命理是好奇 是吸引大家 对岸海港的好奇感 而进一步了解岸海港的生活 这是将消费者 望光不恋台南的岸海港 谢谢 爸爸来这边谢谢